對呀,這就是我的女兒,她的名字叫Estelle 她今天假裝兔子,因為我們預備參加Preston的滾蛋節 復活節是這裡的大節日,小朋友就不用上學了,也是Bank Holiday 我們就找找附近有什麼活動適合一家人去玩 結果發現這裡的Council搞了一個 Egg Rolling Festival 我就不斷禁譯,廣東話可能就叫做滾蛋節 這個活動就在靠近市中心的Avendam公園舉行 我們來到的時候已經拍滿了車 我們幾經辛苦才被我們擠進一個車位拍車 我看到今天很多市民來了 我猜差不多有半個市的市民都來了參加這個活動 我相信今天可能是我們見過最多BB車的一天 因為很多一家大小已經推了BB車 一起走進去公園參加這個滾蛋節 今天的天氣真是美得爆炸 陽光普照,藍天白雲 但是昨晚明明是翻風下雨的 我們昨晚還在擔心 究竟今天我們可不可以來到公園參加這個活動 但是很幸運,我們今天早上一起來 就發現太陽八八已經出來了 而且走到外面還會覺得有點熱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到畫面裡面的市民呢? 你會看到有些人穿著長袖的羽絨衣 但同時也會看到有些人穿著短袖衣 原來這裡是這樣的 如果你打開電話的APP 你會發現現在的溫度只有十幾度 但是你走到太陽曬到的地方 你會覺得熱的 所以我們都習慣了 裡面穿著一件短袖 又或者薄一點的衣服 但是都一定要戴一件衣服 因為當暗一點 太陽月比下山的時候 一翻風就會覺得涼 那時候一定要穿上一件衣服 就避免涼 對了,說了那麼久 都沒有介紹自己這個頻道 其實我發覺Youtube上 比較少人會介紹英國North West這個地方 我們現在是居住去Pestone 不如拍下vlog,帶大家遊覽一下 順便我想記錄一下我女兒的成長片段 也乘機可以跟各位觀眾吹吹想 所以如果大家有事想問或發表 都可以留言跟我聊聊天 我們走到公園中間 發覺有很多東西給小朋友玩 例如這些催氣的成果、攤位遊戲 比較特別就是中間這個 用人力去踩的回船木馬 我覺得真的很古典 不過這些東西都不適合我女兒玩 因為她只有8個月大,還是很小 如果真的放她上回船木馬 應該嚇死她 其實拍這段影片的時候 我們一家人離聚都不是很久 說可能兩個星期左右 但我發覺我們真的很喜歡Plaxton這個城市 那究竟為什麼呢? 將來我再多拍一些影片告訴大家 因為我們預備要看雞雞了 對呀,這裡有人扮雞巡遊 而且還很受歡迎 你看看多少家長和小朋友圍著他們拍照 不過其實我們比較想看Gruffalo 因為節目表說明是有Gruffalo 但我們無法遇到 至於什麼是Gruffalo呢? 我遲下再告訴大家 因為現在我們要參加這個 復活帽的製作工作坊 我們參加這個復活帽的工作坊 是Gruffalo費用全面的 送來帽子給你 連製作的工具和裝飾物都送來給你 所以我覺得真的很值得 而且可以自由發揮自己的藝術天分 幫帽子去裝飾 如果大家留意到 右上角的小妹妹很厲害 她用咒子摺了一朵玫瑰花出來 超級美 我們這頂帽子是以雞仔為主題 你看看除了羽毛之外 全部都是雞 製作完帽子 我們就預備去拍攝這個 Egg Roman Festival 最重點最重點的活動 當然啦 就是滾蛋 現在就會有人倒數十聲 然後一些小朋友 就會把復活動滾下山 嗯 就是這樣 當然啦 把蛋撿下山 有什麼意義啊 我也不知道 但我覺得好像很開心 有時候不用想太複雜的 簡單 其實已經是一種快樂 你看看Estelle 她今天玩得多開心 哈哈 真的笑了 玩完之後 我們就去超市買菜 你看她 放了電 睡覺了 這段影片就到此為止 希望大家可以like我這條影片 subscribe我這個channel 以及share給朋友看 如果大家想交朋友 或者交流一下 也可以留言給我 我會盡量回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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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可以住在這裡 一段影片 好幾次 我可以接受一下 一段影片 我們可以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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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影片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